各位,你们好,欢迎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。我叫阿凡,今天,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讲述,哥哥张国荣的生平和故事。 张国荣逝世后,2003至今,张国荣于2003年4月1日逝世后,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追班张国荣终身成就奖,以表彰他对华语流行音乐的贡献。 2003年7月,环球唱片公司推出张国荣的遗作,一切随风,专辑上市第一天,在香港就创造了一分钟卖出一张的记录。 2010年1月,张国荣的精选专辑最红,获得2009年香港IFPI,全年最高销量唱片大奖。 同年8月,国际知名传媒CNN列出了,20早过去50年来文明全球的显黑歌手、乐团,张国荣视为一入选的香港歌手。 过去50年,文明全球的五大指标音乐人选举结果揭晓,张国荣排名第三。 其他上榜歌手画乐团包括麦可杰黑心、戏头四乐团、艾维斯普里斯莱、猫王、和雷鬼王爆撥玛丽。 同年,张国荣入选国际华语音乐联盟。 评选的华语乐团30人、30歌、30叠三项评选,并获得《我最喜爱的歌手》、《我最喜爱的唱片》、《我最喜爱的歌曲》等三项殊榮,成为历久常新的时代偶像。 2011年,环球唱片推出张国荣的精选专辑《Four Seasons》,一发售即登上香港唱片商会销量榜榜首,此后连续上榜十二周。 2016年,华星唱片发行张国荣的精选专辑《哥哥的歌》,获得2016年香港IFPI全年最高销量唱片大奖。 2020年和2023年,环球唱片在这两年分别发行了《荆重制的精选专辑》,Revisit和RememberanceLeslie,两首主打歌都采用了《以前从未曝光的声带》。 张国荣的影视事业、演艺方面,张国荣在影坛同样取得辉煌成就。 他戏路宽广,参演了文艺片,喜剧或动作片等类型,并留下了多个影史经典形象。 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,善女幽魂中的宁彩晨,燕之扣中的十二笑,霸飞正转中的玉仔,加油喜是中的常骚,霸王别姬中的情蝶衣, 冬邪西独中的欧阳风,春光诈涉中的何宝荣等等。 其中他在1991年,直着出演《阿非正转》,而成为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。 1993年,靠着电影霸王别姬,杨明国际影坛,更获得法国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的提名。 1994年,又因为霸王别姬,而获得日本影评人协会最佳男主角奖,第四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特别贡献奖。 霸王别姬这部电影,也获得法国坎城影展金钟女大奖,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,以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,张国荣更成为首位主演电影, 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的香港演员。 同年,他因为东邪西独,而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主角。 1998年,张国荣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影展评审的亚洲男演员。 2004年,入选大众电影评出的,中国电影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十大男明星。 2005年,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,评选了中国电影百年八部最佳华语片, 2010年,张国荣主演的电影有八部入选,作品数量居华人演员之首。 他亦被选为中国电影一百年最喜爱的男演员。 同年,他被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,选为中国电影百年八位优秀演员之一。 2010年,张国荣被美国CNN选为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之一。 2011年,金马奖评选影史百大经典华语电影,张国荣主演的电影有七部入选。 好,张国荣的生平故事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哥哥的生平和故事,请大家继续收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,请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哥哥的朋友收看啦。 拜拜。 拜拜。